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站开发实践的课堂 从今天这期课呢,开始呢,我们开始进入本门课程的实践部分 那么我们就是要做,基于微信公众号做一个问答系统 那么这期课呢,我们会完成这个问答系统的规划 那么这期课的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那么第一个是功能的划分,第二个是系统的架构 第三个是交互的流程 那么第四个呢,是准备一下我们这个问答系统需要的环境 那么这里面需要说明一下呢,就是说在我们本门课程的前半部分 有一节就是讲这个阿里云ECS云主机申请的部分 这里面我们的云主机上已经具备了基本的Node的运行环境 那么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呢,也给大家演示了 怎么在我们那个ECS云主机上搭建我们微信公众号所需要的这个后台服务 那么首先进入第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问答系统的功能划分 那么简单来说呢,它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 那么第一点是在用户关注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推送一个使用手册 那么这个使用手册呢,可以就是为了简单起见 你可以使一段纯文本 那么当然如果你这个系统比较复杂 那么你可以给它推送一个HTML页面 就是H5页面的这样一个使用手册 那么这个当然是使用这个复文本的这个消息接口去推送的 那么接下来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个系统的问答功能 在从界面上来说,就是用户关注了这个公众账号之后 跟这个公众账号进行消息的发送和接收 然后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账号的服务端呢 就对于接收到的用户消息 把它当作一个搜索词去百度搜索 把结果拿出来 然后把其中的第一条结果的摘要返回给用户 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如何解析这个百度搜索结果 以及这个返回消息组装的问题 那么第三个是问答历史 那么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用户的概念 因为涉及到历史的话 那么所有的问答肯定都跟这个用户相关 那么关于问答历史呢 会是一个单独的页面 那么用户就是他在这个微信的这个界面上 是一个菜单项 那么用户点了这个菜单项之后 会给用户推送一个页面 然后这个推送的页面里面就是用户的所有的问答历史 那么最后一个功能呢 就是随机问答的一个功能 那么它也是一个页面 就是用户刚上来不知道问什么 那么对于别人问过的一些东西呢 给他出一个随机问答的页面 好那么功能呢 基本上就这么几个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菜单管理 我们这个菜单管理的话比较简单 因为一旦一个应用定型菜单的变化是比较少的 我们这里面只会做这个定 就是把菜单项存储配置在 菜单项的配置存储在一个接散文件里面 然后定期的调这个微信的接口去删除 然后重建 然后再重建它 好那么第二点是我们这个问答系统的系统架构 那么这个图呢 其实是从GitHub WeChat 就是Node WeChat的那个官方的仓库里面拿来的 就是为了节省开发我们这个应用呢 就是问答系统也会使用这个Node WeChat 那么我们这个应用的架构呢 跟它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么 首先这个绿色的部分是用户 用户手机上的这个native app 然后它是通过跟这个腾讯的就是微信服务器交互 然后呢 我们的服务器是拿来Connect Express写的 那么在Connect Express之上呢 我们有一个这个WeChat 就是微信的一个套件 那么这里面会用到一个开源的一个库 那么这里面它会做什么事情呢 每一个请求过来的时候 它首先会请求签名 然后呢 对于这个请求的XML进行解析 然后把数据放到这个Session里面 那么接下来它会处理各种 比如说是文版图片 Location Link 还有Event 各种消息 那么把这些东西处理完之后 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自己的这个业务逻辑了 负责把我们这个响应 组装成XML 然后通过相同的路径又返回给用户 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上面提到的极点功能的 具体业务逻辑呢 也是实现在这个蓝色的这一块里面 那么接下来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交互流程 那么对于就是这里这种这种小人呢 表示用户 那么用户 他会给我们发送 就给我们的微信服务器发送一个消息 那么这中间呢 省略了微信服务器的这种环节 那么首先呢 我们的业务处理流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会检查这个用户是否存在 那么这个检查的过程会涉及到查询这个MangoDB 然后呢如果用户存不存在的话 我们会根据这个请求过来的这个 OpenID给他创建一个用户 在我们的MangoDB里面 比如他的创建时间 然后他的ID是多少 然后接下来呢 把这个创建过的用户读出来 放到我们的绘画里面 然后我们会判断 这个用户是不是首次放弯 那么如果是一个 新来的用户 或者是说刚刚关注的一个用户 那么我们创建完了 我们需要给他推送 我们这个问答系统的使用手册 就直接给他响应了 那么如果这个用户 他不是一个 首次访问 就是他以前 就是他之前关注过 然后这次 来发送了特殊的消息 那我们首先要判断 他是不是一个菜单的操作 就是一些事件 那么如果是的话 给他推送对应的页面 那么上面有提到我们的 呃 推送的页面 包括这个问答历史 和随机问答 那么如果他不是菜单的操作 的过程呢 在这里面应该有一条线 指向MangoDB 但是啊 因为布局的原因 这里面没有划出来 那么整体的交互流程 呃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整体上就是回过头来看的话 这个系统还是比较简单 就只要你把它理清楚 那么最后一点呢 就是这个开发环境的准备 因为上面提到 我们在 啊 本节课的开头 已经搞定了这个 node的运行环境 那么 我们还缺少 因为在我们这个实战项目 呢 我们会用到数据持久化 那么我们选取的是这个 node数据持久化的最佳排档 就是这个MangoDB 然后 在这里面呢 会跟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如何 在我们的ECS运动机上 安装并启动 以及测试我们的MangoDB 那么参考的文档呢 主要是下面这个 好 那么接下来进入这个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 我们这个文档打开之后 就是 啊 这个页面 那么 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的CentOS系统 因为我们的云主机就是CentOS系统 安装这个MangoDB的社区版本 那么MangoDB可以 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这个 有下面几个包 那么这个 MangoDB.org MangoDB.org Server 和MangoDB.org MangoDB.org MangoDB.org Shell 还有Tools 那么这个MangoDB.org 这个包呢 它是 包含了下面这几个包 那么对于通常安装的同学来说 你只需要安装第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安装方法是什么样的呢 那么这个MangoDB的官方文档上面 介绍的非常清楚 那么第一步 是我们要打开我们的这个 呃 亚末员的Page 那么我们 需要在 就是以路的身份登上来 然后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呢 可以看一下 然后把下面这个内容 下面这个内容 然后粘到这个文件里面来 然后呢 保存 保存之后呢 就如果你想安装这个Mango 呃 更早的版本 那么你需要 我们就安装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如果安装最早的版本 可以按它的使用说明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 YAM install Mango.org 然后等待它安装完成 可以看到呢 这个我们加了一个 YAM install -y Mango.org 然后它所有的问答 都是默认这个回复的是同意 那么 我们的Mango之前 就之前我在这个 我的ECS运主机上 装过一个版本 但是这一次我 Install的时候 它因为检测到了新版本 它会更新这个系统 就更新这个系统的版本 好 我们等待它安装完成 那么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 启动 我们的服务 那么在SendOS SendOS里面怎么启动呢 那么有一条Service命令 那么就是ServiceMango.d 这个 这个阿里云的ECS运主机 这个 1兆的网速其实还是可以的 好 我们来检查一下 它已经安装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 我们需要启动服务 那么我们直接ServiceMango.d Start 那么可以看到了 我们这个已经Start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 还有这个Stop命令 我们直接 因为我们这个服务是已经启动的 那么可以调Restart好 Restart成功了 那么怎么测试我们的安装成功的呢 我们直接 Mango 这个就是Mango Shell 那么这样进来之后 就有点像 特别像MassEco 那么直接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 当前的数据库 ShowDataBases 那么可以看到这里面 有那么一两个数据库 那么 比如说我们 Use VoE 然后Show Collections 那么 这个就是查看 就是选取一个数据库 然后看里面有哪些表 那么这个就是 用这种方法可以简单的验证我们这个 Mango DB的这个 Demon 已经启动了 那么 关于这个在CentOS里面怎么使用它的Service命令 来 启动 重启和停止我们的Mango D服务呢 这里面文档里面都有说 那么大家可以到这个官方来说 官方文档上来看 那么这几课呢 关于这个开发环境的准备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么下节课我们会 搭建整个问答系统的交手架 那么下节课再见